大人推薦必走不到 男女老幽都适合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珊瑚礁岩 就是以前台湾是在海里的 所以其实长很多珊瑚礁 然后当我们立刻隆起之后 就是它就浮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在山上看到很多珊瑚礁的痕迹 蛮特别的 百岳来说其实算入门 它直到登山口 登顶大概只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甚至它可以拍一些 例如说星轨的东西 可以拍星空 然后可以拍银河 对 大家好 我是亚芳 欢迎收看 在疫情期间 我们都被憋住了不能够出国 所以在国内掀起了一波 所谓的暴富性的旅游 甚至很多人爱上了登山 才发现说 原来台湾这么美 这么吸引人 带大家一起到山里里面 好好的流汗 好好的一起来健康 好 赶快来欢迎是我们的登山达人 普鲁徒 欢迎普鲁徒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土鲁徒 另外呢 我们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的是我们八点档的明星 賴谦和 欢迎谦和 大家好 我是谦和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些台湾很不错 而且是秘境也给大家一起来参考一下 好 先请普鲁徒 我们来看看 周乃你帮大家选了一个是不是 你认为是必游的 或是必去的 对不对 此生一定要走访的 对 那我们先从北部 北部帮大家挑选出来是哪里呢 我们北部选的是 就是东远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对 当然就是你可以享受那个森林缭绕的先进感 它就是步道本身比较好入门 哦 对 然后那边是属于比较中海拔的林象 就可以感觉一个 比较先进感那种雾气缭绕的感觉 就是有那种先进飘飘的感觉 对 它是在我们桃园的复兴区 对 听说还是可以跨到三峡这边来是不是 对 它其实从台北车程蛮快 大概一个半小时以内可以到 就是从三峡上去这样 哦 是 所以阶梯不会很多或很陡吧 是不是 阶梯其实蛮多的 蛮多喔 这个是阶梯比较多 对 阶梯比较多 对 阶梯比较多 但也因为它是阶梯 所以它不会有太复杂的路况这样 哦 应该就是说很单纯 就是一个步道就对了 不会太崎岖这样子 哦 是 那这样 听起来是不是 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就爬完了 就走完了是不是 对 来回大概两到三个小时差不多 哦 对 就看你要怎么走 因为它有很多走法 你可以走一个O型或是远路遮返这样 这我也喜欢像这样子的森林耶 因为我觉得 比较凉 哈哈哈 比较不会被太阳直升 对 其实蛮阴凉的 所以像接下来夏天 大家也可以去那边爬 就是它都在阴影处 海拔大概一千出头 一千出头 一千出头 算蛮凉爽的 接着我们再往中步走 是西桃森林游乐区 服务图会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中步的长辈会 他们很有趣 他们可能每个礼拜一 礼拜四或周末 他们会社区有一个大型的游览车 就从他们去那边爬山一天 哦 然后他们是每个月固定会去四到六趟这样 每个月去四到六趟啊 对 他们就可能变成 每周是一个社区型的活动 所以它也是阶梯式的是神木 所谓的神木步道去 它的路况又更多元 它有神木步道 有比较原始的路况 然后也有比较人造的阶梯 然后有时候大家会去爬一个 所谓天文台的地方 它还会经过一些产业道路这样子 就是蛮综合性的 是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 是它有一个天空步道 就是它盖了一个架高型的木栈道 然后它可以直接很 大概海拔 高度大概是七到八公尺左右 然后你可以走在七到八公尺的高度 然后直接就进观察树灌层 那不就像是空中走廊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你就是走在上面 还有一个大雪池吧 是不是 这也是会避津或是避游的地方 对 通常就是走一个欧型 你会经过这样 另外我们再往南部走 是柴山 柴山就真的是 几乎高雄人 只要有爬山的人 都会想去爬一下 柴山很红耶 大家都听过 我是高雄人 我家就住在柴山 登山口旁边大概五分钟的地方 那你也太幸福了吧 对对对 逢年过节回家就去爬一下 它算是在古山区对不对 对在整个古山区 它很长 对南北很长 我觉得这里面 比较特别的是 它可以看到非常多珊瑚礁岩 就是以前台湾是在海里的 是对 所以其实长很多珊瑚礁 然后当我们立合隆起之后 就是它就浮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在山上看到很多珊瑚礁的痕迹这样 蛮特别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柴山有一个 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的活动叫探洞 就是它那个大石头跟大石头之间 会有很深的洞穴 你可以钻进去 叫探洞吗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从A点走到B点出来 感觉有点冒险之旅的感觉 对就是小危险 对对对对 小危险 小危险 曾经有人在探洞的时候 因为里面是伸手不见五指的 哦是暗的 哦这么暗啊 对然后就是后来走不出来 就在里面发生山难这样 哦 对然后你在探洞的时候 所以这个不要轻易尝试就对了 是不是 对可能要找在地的向导弹去 会比较好 对对对对 要熟门熟路的啦 对没错 对要近的去也要安全出的来 对对对 没错 不过我记得柴山不是 还是我印象中啊 它是不是很多迷猴啊 对那边非常多猴子 哇 还蛮大的欸 对那因为 就是表示它的自然环境是很好 这生态是很好的对对 不过太多的时候也是很可怕 会不会也有 其实有时候有一点点小危险 会不会去抢人家的眼镜啊 会不会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朋友去爬柴山 然后我们就是在休息的时候 我掏出一桶那个什么 黑师傅卷心书要请我朋友吃 没有 所以我就给他吃了 我就拿出第一根要给他吃的同时 我左手那一桶就直接被抢走 哇 很好欸 而且也蛮失货的 对啊对啊 我只有没吃到 然后他吃完还把垃圾丢回来给我 叫我带他山这样 哇 那他也懂啊 充满茶坡 嗯 嗯 所以他也知道说这个垃圾不落地 那我们接着就请千和来分享 千和 年纪很轻喔 还可以 你现在喜欢爬礁山登山欸 有一座山在我心目中它就是 让我觉得我会 一再的想去 叫长寿山 你可以带一个很大的垃圾袋 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你可以把自己套起来 隔绝风跟水的侵扰 你就不会失温 然后 那像这个是求生枝 包起来 就可以 保暖 马上 对 然后它是防风跟防水的效果 那头这样 然后大家看一下 它 它每一个就是每一段的路程 呈现的树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一个部分是竹林 然后它有一个地方也是像你刚刚那种 人造就是 人造林 对 人造 那真的很漂亮 它拍出来不用修土欸 是因为透过这个光线 你就只是站在那边 这张图就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那像这个地方 这个场景就是长寿山 就很有名的一个废弃车子的地方 是 每一个去爬的 都会在这边拍照 据说这个地方是日据时代 然后好像就是种那个树木 他们就是为了要做电线杆 所以养那个树 那所以以前这些车子是在运 运材 对 运材的 是 所以后来荒废 就是把它放在这边 就变成一个拍照的景点 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痕迹 对 然后我喜欢 有意思 对 我喜欢这个长寿山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它比较不会有太阳直射的问题 很凉 所以你爬山你是舒服的 对 因为我怕热 而且所以像现在夏天 其实我蛮建议就是 大家可以一起去走走 那我在这座山里面 其实我看到很多都是银法族 那很棒啊 对 那还说是有看到 你说阿公阿嬷都会去 对不对 会啊 会啊 但是有一些装备你觉得是怎样 穿千拖也可以去 其实我是不太建议穿千拖 因为你看 它这个就不像 哇 这样好美啊 这个就不是那种 站就是有阶梯的 那你如果没有阶梯 你像这种步道是比较不规则的 你穿假脚托 真的很容易拐到脚 对 我觉得还是穿登山鞋 不用说一定要买到多好多贵 但是你的脚只有一对而已 要保护好 尤其是脚踝的部分 而且它们跌倒不是小事 不是小事 你还要下山呢 怎么办 你不能拖累到你的同伴 千和就是提到一个重点了 新手登山 其实要准备 也是要准备 应该怎么讲 万全吧 是吗 对 毕竟登山是 远离都市的高风险 相较于高风险一点的运动 我今天带的是 30升的背包 这个是一天的是不是 对 一天的 OK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为什么一天要这么大 但是因为我很常看到 大家在爬 如果例如说 台北金面山那种 可能就还好 一两个小时就回来 但是你如果是去 你要花一整天 可能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以上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带的东西 会比较多 那如果你背包太小 你还必须要把一些外套 綁在身上 或是挂在背包外面 其实那是比较 有点风险的做法 这样 比方说曾经遇过就是 他把鱼衣挂在背包外面 结果在过一个地形的时候 鱼衣就 勾到 然后它就掉下去了 然后它后面就没有鱼衣可以用 对 所以外挂是有一定风险的 那建议都要收到背包里面 对 所以我的建议大概就是 20至30升左右 我这个好像就是比你的小一点 我这个好像是 对 比较小一点 所以你每次都带这个吗 这个很足够了 所以里头要放这些东西吗 是不是 对 就是基本的食物跟水 对 就是你一天的行程会需要用到的量 的分量这样子 呃 这边是有人会带什么能量棒啦 对 或要不要带电解水啊 必要带到电解水吗 呃 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带一个 运动饮料 或者是我们会带这种 小的 电解质的粉包 用泡放在水里面 所以你们都会经常喝喔 对 然后因为它是 干的 你用水把这个套进去的话 是可以直接喝的这样 哦 对 然后它可以快速的补充电解质 嗯 对 因为电解质适合有一些风险 比方说容易抽筋 抽筋 对 或者是 你如果低血纳的话 你可能会 头脑比较晕 比较不清楚 然后可能会 做出错误的判断 或是跌倒 嗯 对 这是曾经发生过的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语句 语句是很常被忽略掉的东西 对 因为台湾其实是很容易有 尤其在这个季节 很容易有五火雷震雨 你可能早上出门好天气 但是可能过中午就开始下雨 就容易被天气骗了 没错 你可能会觉得说不管有没有下雨 或什么都要 雨具这些都要装备这样 对 其实雨具都是必备的 建议是选择完全防水的 哦 因为防泼水它是靠涂料 它其实久了布还是会吃水 它会渗进去 还是会渗 所以是要带雨衣 对 带雨衣会比较好 OK OK 那这种又比那种轻便雨衣黄色的那种还好 小黄衣更好 对 小飞小 因为很容易破 对 一勾就破了 一勾破就开始 而且大雨来也撑不了 好 那衣物要准备多厚的 还是说这个要怎么取舍啊 这个还是看你去的季节还有海拔 那以夏季来说 刚刚就是分享的一些礁山的行程 可能你只要把外套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到一千一千五以上中高海拔的场域 可能还是可以带一件像这样子的双毛外套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到七百多 然后就跳到一千多的 对 会跨就对 甚至你如果到两三千以上 你就一定得要带保暖的外套这样 OK 是 那这个是双毛材质 通常我们就是作为第二层中层来使用 那最外层会再穿上雨衣 雨衣 对 就把这个再穿在外面 那它可以增加一定的保暖度 以及做到防风 防风 跟防水的效果 对 所以等于是一个洋葱式的船法 洋葱式的船法 一件一件点上去 这样子 OK 好 那另外照明装备呢 都是用头灯 因为在山上没有路灯嘛 我们必须要空出两只手 做事的同时又必须要有灯源 我们就会把它带在头上 对 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行程 可是如果说我没有要跨两天的话 我只要一天或是半天呢 还是带着 对 其实还是要带 你永远不知道你会不会顺利的下山 是 对 我觉得还是带着 因为它不占空间也不重 对 这一颗36公克而已 对啊 带着带着带着 然后使用上也方便就对了是不是 对对对 你带在头上点就可以使用 然后你可以设定它在你的视线的位置 对 那另外我想问一下 垃圾袋是垃圾不落地的概念吗 要带是不是 对 当然我们上上要遵守一个五魂三宁的原则 你可以准备一些垃圾袋 然后垃圾袋 除了小的垃圾袋之外 你可以带一个很大的垃圾袋 就是当你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你可以把自己套起来 隔绝风跟水的侵扰 你就不会失温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以靠 这个叫什么 求生纸 对 它打开是一张 可以打开给我们看吗 可以 所以千合你也会带这个 这个我们会带 一定要带 然后我还会自己就是因为 也会带像这种小夹链袋 因为女生你还是会上厕所 需要用到卫生纸 我们会把它放在像这样夹链袋里面 然后就是带回去丢 我们不会丢在山上 对 这样子 甚至连水果的果皮 也不行 纸都要带走 因为它不是属于那一座山 没错 不行 它不是那一座山的水果 对 那像这个是求生纸 求生纸 真的薄薄 像洗锅纸 没错 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些灾难片 就是当主角被救出来 坐在救助车后面包的这个 那你就是赶快把它包起来 就可以 保暖 马上 然后它是防风跟防水的效果 它头这样就对是不是 对 然后银色的可以反射 身体产生的那个 乳红外线 就是反射辐射热 热 对 我还想说这样比较容易可以看到 所以我觉得也是 我现在靠起来就觉得蛮温暖的 因为这边有点冷 这边有点冷 这边有点冷 摄影棚里面确实是冷 对 所以这样至少就可以保护自己 不会湿温 是啊 对 那这个在户外用品件买 也不会淋湿吧 会那个吗 会渗透过去吗 不会 这是防水的 它一张大概八十块一百块而已 那当然你要更随手渴的东西 你就是用一个很大的垃圾袋 把自己靠起来 其实是一样的效果 好 这个要带 这一定要带 一定要 这个很轻 是 另外这就是登山的计划 你事先要先做好一些规划 对 除了有想岛之外 其实自己本身还是要做一些规划 你要知道那座山 你要去爬的山 是什么样的状况 要不要攀爬 需不需要 像我就会戴手套 OK 对 因为有的时候 你需要攀爬的时候 你戴着手套真的 比较不会画伤割伤 因为有一些攀爬 虽然有绳索 但是你会一滑的时候 你有个手套可以先保护手 而且它都会有一些 释防滑的 对 可能在网络上看到YouTuber拍 这一条路线的介绍完片 然后就去爬了 但他没有做足够的功课 然后他也不懂得设定停损点 就是比方说 我们通常在规划行程的时候 我们会抓一个预计的时间 是 点到点的时间 比方说你3点5点 大概要到哪里 那如果没有到 你有一个停损点 你就要折返 不然你可能会太晚下山 是的 危险 对 那摸黑的情况下 会比较难行进 对 甚至有时候你就直接走错路这样子 会 对 这边我们也要请教你 像我们三不五十 也会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 其实他们如果去 不管是爬礁山或是登山 看起来也不是新手 结果就让人员去到那山上的时候 GPS定位找不到他 为什么 圆嘴跟烧来 送走一起两颗 耶 这样 这样几个小时啊 大概八个小时有吧 我是看到水泥地 我躺在地上哭耶 我觉得很多人在迷途的时候都会很想要很赶快地找到对的路 但其实我们在讲迷途的时候有一个口诀叫STOP 那就是你先停下来 让自己冷静一下 它其实是STOP有四个步骤 那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停下脚步 然后冷静思考跟判断 有没有可能找回上一个遗知点 当然你能够找回上一个遗知点 你就可能回到步道 那真的没办法 其实你只要停在原地 想办法打电话求远 或是等人家来找你就可以了 可是我要 我想问一下 其实我发现到现在很多 就是去爬山的时候很多点 它是有画一个那个 手机的图案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找到那个地方 我手机就会有讯 因为有一些山上是没讯号的 是没讯号的 对 没错 那如果你真的都没有讯号 你可以试试看打112 112可以跨电信商 比方说我用中华的门号 但是我没有收讯 但这边可能会有远传的门号 我打112其实都可以通 只要有讯号就会通 那千和 你现在应该不算是新手了 应该不算了 那你算老手了吗 中手 中手 好 那中手 你有没有碰到过 应该说有没有踩雷 就犯了不能犯的错误 我觉得刚开始真的不懂 就是穿着很重要 还有鞋子 这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鞋子跟衣服很重要 我第一次去爬山就是想说 就穿棉質的 户外 对 而且又至少吸汗 是不是 就是太吸汗 它没有办法素排掉 你懂吗 所以汗 衣服把汗都吸住了 那风一吹 冷 那真的是冷 但是我也因为那一次知道 就是 要买像这一种 比较快速排汗 所以要吸湿排汗 是不是这样 对 尤其是夏天 你真的会比较舒服 然后还有再也就是鞋子 我第一次去爬是爬阳明山 然后我想说 也是户外 就穿平常慢跑的鞋子 舒服 合我的脚 也不对 因为它不防滑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一次下去之后 没有意识到说你会滑倒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我卡匙很好 我怎么会跌倒 那是因为鞋子害了你 还好年轻 那如果是长辈 那这一跌倒 就啊 所以真的 未蒙其力先受其害 像我妈后来就说 她也想跟人家去爬山 我跟你讲 我就马上带她去买登山鞋 好 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比如说你现在是中手 你刚刚讲 但是老手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想要进街 或是观众朋友 你今天就觉得 我也想挑战 比较进阶板 比较高阶 就是比较高难度的 那扑扑 你这个上山下海 走过这么多的一个点 你比较推荐的是哪些呢 这个是 和欢山群峰 就是看山景了 是不是 对 这个就是 我就选了一个高海拔 比较好清净的路线 然后这个是从和欢北风的 路上拍的这样子 哦 北风 这很美耶 那边就是 可是和欢山不是有几个 几个区域 比较难爬吗 它最难的其实是和欢山西风 那边来回通常要走 10到13个小时之间 这个是 这个算很高难度吗 以百岳来说 其实算入门 就是以高山 3000以上的那些山头来说 它算贴入门 车子到登山口了吗 车子到登山口 然后登顶大概只需要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哦 那可以了 对 而且可以拍到这么美的照片 对啊 很多人会在那边就是整个晚上 就可能只是在附近的停车场 或是走到山境的一半 然后就可以拍 甚至它可以拍一些 例如说星轨的东西 哇 可以拍星空 然后可以拍银河 对 台湾真美 那千河呢 现在千河大概 你现在爬礁山或登山 大概这样已经好几年了 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 大概就两年多 两年 对 两年多 就疫情这一段时间之后 那你印象比较深刻 或是比较有难度的是什么呢 鸢嘴山 鸢嘴山 我很骄傲 是 真的 因为 怎么个骄傲法 我来看一下 就回家还可以看到妈妈 我真的觉得我很骄傲 OK 好 这个是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在鸢嘴山的照片 这是一个路途 对 然后呢 我们的鸢嘴还带来一段VCR 大家一起来看 我现在不要想害怕 要想怎么做 要这里有这个 点 你从这边过来 在这边保护 你从这边 身体放低 身体放低 然后看着绳子 看着绳子 然后身体去找踩点 好 抱紧 好 右脚踩一个缝 下面再蹲下一点 对 对 那很好踩 OK 再左下角一点点 对 好 有铁的地方就抓铁好 比较稳 我在那边真的是挫到 好像折返 可是我的同事们 没有要原路回去 我们要走那边回去 而且你也没有路可以再往回走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这个方向 对 你可以看他就是这样 这样是蛮陡峭的 非常陡峭 非常陡峭 一定要绳索 这个都事先不必练过 就这样挑战了 我其实那时候是傻 就说你跨过去就过去了 是真的啊 那就真的跨了 就过去了 OK 所以你又觉得值得骄傲 很骄傲 因为真的 其实也蛮漂亮的啦 说真的 那一次比较累的原因是 我们渊嘴跟烧莱 中走一起两颗 那蛮累的 累 这样几个小时啊 大概八个小时有吧 蛮长的 你知道我下山看到车 我是看到水泥地 我躺在地上哭耶 因为一直在山上走啊 然后很不舒服 我什么时候会有正常的路 所以一到 看到柏油路 我是直接趴在地上哭 然后因为在山上 已经全部都带头灯了 因为天黑了 我下山已经九点了 是 对 然后其实有在路中真的 就像刚刚高手讲的 我们到底走那边 要走那边 因为天黑 就不太确定这样 但是我们后来 从那一次之后 我们团圆每一个人都有 带一支可以GPS定位的手表 你可以事先先把地图 登录在你的手表里面 对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就算你看不到指标 你大概可以知道方向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登山好手鲁鲁鲁 还有我们的中手 对 对 谢谢 进阶在高手 坚合地分享 希望今天的您会爱上 爬山跟运动 好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非常欢迎您 在我们乐活So much的 粉丝团留言 别忘了记得追踪 我们订阅 我们的YT频道 今天节目感谢收看 也谢谢两位好朋友 谢谢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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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